第四百五十四集 拿来 方平眼神犀利地瞪着秦凤卿 你小子想干嘛 秦凤卿一脸不舍 五把神兵呢 还没五热呢 给我一斤能原石 你输了 讲炮的也下台了 秦凤卿觉得有些难受 按照之前的协议 他输了 除了一把A级兵器 他啥也没有 说吧 秦凤卿又道 铁头也没赢 老王也没赢 干嘛就苛扣我一个人呢 秦凤卿还有些委屈起来 我本就境界最低 没打赢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了 我还陪你演戏演了这么久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干嘛要扣我的啊 一旁李老头哭笑不得道 你要不给他算了 方平揉了揉额头 头疼道 他浪费了多少好东西了 前不久 才花了六斤能原石 早上吞了几十颗能量果 能原石到了他手上 马上就能美 秦凤卿干巴巴道 我花的美你多吧 方平无语 我花多少能原石了 上次那不是没办法吗 揉了揉太阳穴 方平刷刷写了个条子丢给他 留先恼火道 物品中断绝对够了 要是花完了这些 没到物品中断 魔武 不养你这个吞金兽 该去哪去哪 那你还搅和着我找工作 秦凤卿继嘀咕 方平咬牙切齿道 谁说我搅和了 罢不得你 马上滚蛋 说着又哼道 哼 有本事 去其他地方 让他们给你几斤能原石 几克 我看都没有 秦凤卿不吭声了 这话倒是没说错 方平懒得再说 直接抢过了几柄神兵 看了一眼一旁的李寒松 想了想到 拳套 刀 剑 我要留下 靴子和长枪 你挑一个吧 李寒松没多考虑 直接拿走了长枪 靴子这种神兵 不太适合主战的武者 方平见他有了选择 拿着剩下的四柄神兵刀 二位老师 咱们虽然关起门来 是一家人 可亲兄弟明算账 这次四把神兵 算是我借给魔武的 当然 这次能拿到神兵 我也借用了魔武的事 不过 我把神兵借给魔武 就当抵消了这一点 二位老师觉得如何 李老头不耐烦道 搞这些虚的干嘛 借就借好了 废话真多 李凤柔则是微微点头 没有说什么 方平见状松了口气 忽然笑道 那这四把神兵的归属权 就是我的了 说完 方平将长刀递给 吕凤柔道 老师 这个给你 拳套其实要更好一些 不过 唐老师那边 要更合适一些 吕凤柔没说什么 接过长刀 下一刻 长刀之上 爆发出强大的精神力波动 片刻后 长刀一闪而逝 消失在吕凤柔面前 李老头眼巴巴地看着 结果 看到方平递来了靴子 顿时恼火道 我要剑 剑留给刘校长 滚蛋 李老头破口大骂道 老子才是用剑的高手 刘破炉也用剑 可刘破炉能跟他比吗 方平叹气道 你用收不起神兵 剑到了手上 和合金剑差不多 先用靴子吧 回头咱们实力强了 去杀八品要手 给您量身打造一把 新的长生剑 比这破烂玩意儿 有好得多吧 李老头听到这话 有些郁闷 不情不愿地接过靴子 不过真要能弄到八品神兵 自己锻造神兵长生剑 的确比这把七品初段的剑要强 方平没再多说 又从一旁拿起两袋 装有能源石的袋子 丢给王金阳和姚成军 笑道 这是你们的 你们几个没事的话 也别急着走 可以去魔武战法师去看看 那些人都在那边 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武道 镇兴城毕竟有多位 九品巅峰的强者 自然有其独到之处 交流一下没坏处 早有此意 王金阳也干脆 拿起能源石转身便走 姚成军也跟了上去 李韩松则是道 我要先回京武 你们有了收获 跟我说说 这次回京武 我也该往六品冲击了 随你 方平点点头 李韩松见状 用布条包起长枪 直接离开 人都走了 吕凤柔起身道 我回去淬炼一下神兵 这边就交给李长生招待 没事不用喊我 丢下这话 吕凤柔也离开了 李老头精神力没具显 也没淬炼的必要 方平没再管这些 而是扫了一眼面板数据 财富 957亿 转换 气血 5999卡 上限 5999卡 精神 899赫 上限 899赫 脆骨 177块 进度百分之百 29块 进度百分之九十 储物空间 32立方米 加 能量屏障 1万财富值每分钟 四把神兵 给它增加了 440亿的财富值 两把七品出断的 两把七品中断的 出断的100亿 中断的120亿吗 系统给出的价值 还是比较高的 之前方平觉得 四把神兵 未必给到400亿 现在看来 神兵的价值 果然相对较高 没有被缩水 还差43亿 距离千亿大关 差距不大 方平想着 忽然有些头疼 说是不大 可40多亿 也不小了 精武的那把神兵 要是算在自己头上 那就够了 可不给精武 魔武相对来说 压力还是稍微有些大的 别看今日这些人 给东西给的 还算爽快 可魔武一家独吞 出了麻烦 其他人大概都会看戏 现在拉上精武 算得上 五大统一战线了 虽然有些差距 不过已经算不错了 40多亿而已 总比之前 看不到希望好 再下一次地哭 唉 暂时没办法去 公司那边 不知道有没有希望 方平心中盘算了一阵 算起来 此刻的他 真的是财大气粗了 目前 他还剩下一百七十八万学分 魔武这边欠他的就多了 百亿的能源石 外加四柄神兵 学分再贬值 目前两万学分还是值的 加在一起 他身家都快千亿了 不过魔武这边的东西 除非他真的急需 要不然 要了也没用 财富值还没到达千亿 到了千亿 储空间要扩大一些了 现在勉强装七品妖兽尸体而已 八品的 可不见得能装下 一千亿 也就两百立方的储空间而已 听起来千亿很多 实际上方平一盘算 两百多立方 怎么装九品的腰值 完全装不下嘛 想到这儿 方平没再多想财富值的事 趁着蒋超这些人还没走 自己还得套套进屋 这次不是为了资源 暂时不需要了 他还需要一些信息 另外 那就是准备突破六品的事 在这五十亿左右的财富值 需要一些必要的讯息 突破六品 方平心里咕弄几句 也没再耽误 将剩下的两把神兵送去了仓库 卖部 去了战法市 接下来两天 李飞一行人并未离去 而是在魔武逗留 这两天 这些人也开始请教魔武导师 一些修炼上的问题和疑惑 在家中 在振兴城 虽然也有强者 比魔武更强的强者 可往往关系越是密切 越是不好事无巨细地去问 振兴城天才很多 有的天才懂了 你确实不懂 那为了面子 不懂也得装懂 到了魔武 这些人少了一些顾忌 问起问题来 也是一个接一个 看到这一幕 李莫不知是喜事碑 也许 振兴城真要和外界 多接触接触 交流交流了 武大这种开放性的舞蹈学校 也许 也应该让振兴城的一些年轻人 进入学习 这两天 方平也是不遗余力 为了让这些人 忘掉输了神兵的不快 方平又是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又是安排一批导师 专门指点这些人 对这些人开放魔武所有区域 蒋胖子喜欢热闹 刚好魔武这边 在举办二评舞蹈赛 方平还特意让人 带蒋胖子过去当评委 过把评委的意 李飞和郑南齐 想找导师切磋 方平也让几位 六品镜的导师 陪着切磋 两天下来 大家关系亲近了许多 方平忙忙碌碌的 有人确实心情不太好 3月22号 当方平回到武道社 休息片刻的时候 看到陈芸汐一直在四周徘徊 不由苦笑道 怎么了 陈芸汐咬着嘴唇 不吭声 方平想了想 好笑道 不会是因为这两天 我和那些人打好关系 有女生在 你有点想法 没有 陈芸汐一口否决 方平扫了她一眼 好像不是吃醋的样子 既然不是 那干嘛心情不好 方平略显狐疑 陈芸汐咬了咬嘴唇 挣扎片刻 忽然道 我就是难受 啊 陈芸汐情绪有些波动 闷闷不乐道 我认识的方平 不惧一切 不畏强权 骨子里是高傲的 可现在 你 你不得不向他们低头 我就是难受 她认识的方平 不是这样的 可她知道 方平并不是为了 自己而去低头 曾经被人视作 自私自利的方平 如今为了魔舞 向一些同龄人低头了 她安前马后笑脸迎人 随叫随到 不是方平不如他们 哪怕方平不如他们 她也不会为了自己 而去臣服这些人的 可现在 这两天陈芸汐看在眼里 难受在心里 她这样的男人 就该笑公轻 傲王侯 方平忽然失笑不已 轻笑道 怎么了这是 一个个的 居然还替我难受起来了 林老师说 她替我难受 她觉得不该这样 你也说 你难受 觉得我不该如此 可事实上 我只是一个 无品无者而已 方平轻笑道 你们还真把我 当回事了 是不是我吹多了 你们真觉得 我方平的面子 比九品绝颠的面子 更值钱 还是觉得 我连九品绝颠 都可以傲视一番了 傻姑娘 宁在直中曲 不向曲中求 那是巅峰人物 你我接皮肤 此时此刻 还没那个资格 胯下之辱 都有人能接受 我好歹没有如此吧 蒋超这些人 也并未主动来让我做什么 是我有所求 才会巴结缝影 各取所需罢了 我没你们想象的那么清高 你难道忘了 当初我和你 可不是太熟悉 咱俩怎么熟悉的 你有钱呢 我多巴结巴结你 说不定 可以多卖点丹药 而且 你人傻钱多 我那时候 忽悠你忽悠的 都有些不好下手了 陈芸汐扑斥一笑 马上演示道 我才不傻 方平笑道 好 你说你不傻 那我就当你不傻吧 说着 方平继续道 我是个唯利主义者 我更在乎的 是实质上的好处 并非一时的面子 面子可以当饭吃吗 面子可以让我更强吗 我强大了 才有面子 而不是有了面子 才会强大 明白吗 陈芸汐听了一会儿 明明嘴道 还是觉得不舒服 就是替你感到不迟 方平 要不 等咱们变强了 打他们一顿吧 方平头疼 你为何会产生 这样的想法 陈芸汐想了想又道 嗯 要不然 等他们走了 我们偷偷在半路上 打他们一顿 芸汐啊 你这价值观有问题啊 方平苦口婆心道 人家得罪咱们了吗 来了一趟魔舞 丢了五把神兵 人家还没揍咱们呢 你干嘛要揍他们 你面子就指五把神兵 还不指 陈芸汐一脸认真 反正她是这么觉得的 方平头疼得不行 这姑娘的阵芝 好可怕啊 我方平有这么大的面子 我就天天去靠脸吃饭了 吃一顿混五把神兵 给你踩几脚都没问题 无力的同时 方平无奈道 人家十个六匹 还有八匹保护 揍不了 那就以后再揍他们一段 陈芸汐此刻很坚持 想了想到 嗯 那我去修炼了 我快四品中断了 等我哪天实力比他们强了 我帮你去揍他们 方平都不知道 该用什么表情了 揉了揉脸颊 哭笑不得道 唉 行 那我等你揍他们 然后 给你鼓掌加油 陈芸汐重重点头 然后一脸坚定地走了 她要去修炼了 除了几颗百翠果 她不但五脏淬炼了一部分 五座天地之桥 目前也搭建了四座 就差最后一座 临门一脚 就可以迈入四品中断了 到了四品中断 因为百翠果提前淬炼了内斧 她在四品中高段的修炼 也会更快一些 而且陈芸汐还特意 给陈耀廷打了电话 她宝贝孙女 想要好多好多百翠果 至于老爷子如何去弄到 陈芸汐暂时也不想了 反正这两天 她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总觉得方平被人欺负了 至于方平忽悠了人家 五把神兵的事 这姑娘直接遗忘了 陈芸汐斗志昂扬地去修炼了 方平也准备忙事了 她没太多的时间 去和蒋超他们拉关系 该问的事 现在就可以问了 对方真要不肯说 那也没办法 大不了不打听了 魔舞食堂 二楼 今天秦凤卿请客 这家伙 今天只请了两个人 蒋超和苏子素 方平只是陪客 秦凤卿才是主人 这两天方平在忙 秦凤卿也在忙 蒋超和苏子素的能量果 都被她给忽悠完了 吃完了人家的能量果 这家伙找方平拿了点现金 带着蒋胖子出去 胡吃海喝一顿 倒是让蒋超乐在其中 都没考虑一颗能量果 能吃几十顿大餐的性价比 二楼包间 秦凤卿大气道 今天咱们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七品妖兽的狗肉 这玩意儿 可是我亲自去地库猎杀来的 绝对新鲜 光头还吹啊 蒋超这两天和他算是勾搭上了 狐朋狗友的那种 听到这话比一道 你当你胖爷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你们魔舞的那头妖兽 方平带回来的好不好 秦凤卿瞥了一眼方平 大大咧咧道 你知道个屁 你们方平 是不是我带大家去杀妖兽的 他是带路党 至于是不是他杀的 那不是最主要的 蒋超继续比 不过 还是有些嘴馋倒 少废话了 这是少菜吧 几瓶妖兽 我也没吃过几回 吃还是吃过的 可振兴城那边杀妖兽的时候 也不是太多 几位老祖宗几年回来一次 指望老祖宗杀妖兽带回来吃 那肯定不靠谱 至于其他人 杀过妖兽 带的回来的次数也不多 方平文言笑道 蒋秋 这么说 振兴城的强者 也会进地窟狩猎了 蒋超没吭声 等了一会儿 等到狗肉上桌 迅速吃了一口 露出一脸的满足之意 一旁 苏子苏也夹了一块 吃了一口 见方平笑咪咪地看着他 有些脸红 不好意思道 那个 李爷爷说 不能随便说振兴城的事 蒋超这时候也笑呵呵道 方平 这几天呢 我们也详细地 了解了一下你的事 反正 反正我们大概也猜到了一些东西 不过说这些也没意义 就当长点生活阅历了 不过 有些事不是我们不说 是真的不好说 方平也不在意 猜到什么 屋外湖之前赌斗的事 秦凤青这穷鬼 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 他出不起五百亿 我们先帮来 我 我们先帮你